新冠肺炎肆虐站在抗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 踏入病房抢救重症患者就如同上战场 分秒必争和死神搏斗 可是当这群白衣天使的工作量不胜负荷时 又有谁可以分担呢 在泰国当地医院就动用机械人和医疗先锋队并肩作战 马上去看看 眼前这部机械人没有狐狸花哨的外表 但论功能性却是相当实用 起初只是医院的一架餐车 但经过改造在底部加上引擎 顶部安装有声控功能的平板电脑后 送餐工具也能成为抗疫先锋 不但能为病患送上食物和药物 还能代替无法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交流沟通 冰冷铁架这时也显得相当有温度 其实泰国医院还有一款了不起的 远端临场机器人 顾名思义 就是能够和病患的监控器材连接 功能更强大了 但成本自然更高 打造的时间更长 泰国目前累计两千三百多宗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随着六架机械人在全国三所主要医院投入运作 无疑也降低了医护人员 缺乏防护设备而暴露在受病毒感染的风险 不过每部机器人制作成本为五万泰铢 折合码币六千六百令吉 研发团队希望通过民众乐捐筹资 放眼月底前可以打造一百架机械人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